我想干吗 你怎么不问那小人想干吗呀 大半夜跑人家里来 你还挂我电话 你提前命发了 个性 他爱个性 这桌上的装饰品啊 过于别致 会让来访者 对你产生内心脆弱的刻板印象 一直想把他作为礼物送给你 就是联系不上 今天终于有机会把他送出去了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你不会觉得他幼稚吧 怎么会 我很喜欢 把音盒发出的声音里 有一种阿尔法电波 与脑电波里 五百二十八赫兹的一个电波相吻合 与脑电波里五百二十八赫兹的一个电波相吻合 我大晚上能试个印象 在那冷潮着我们干嘛 你想干嘛 我想干嘛 你怎么不问那小人想干嘛呀 大半夜跑人家里来 你还挂我电话 我知道了 你吃醋了是吧 我 我吃醋 我为什么吃醋啊 我吃醋了吗 嗯 那你呢 你大晚上来我家干嘛呀 我来你们家干嘛 不我正事找你啊 什么正事啊 合同 明天早上九点 具体还得把合同签了 还有薪酬啊 可以可以 我没有想过要公司 你别多想啊 这个合同 就跟咨询机制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约束 也是为了编色网 走了 明天还有正事 他大晚上戴墨镜出去 不怕被车撞吗 他可能是怕被打 老贺 我觉得你们两个吵架的时候 还真有点小两口的意思 说什么呢 我说是真的 他那么像我跟他像吗 陈佩 陈佩 国外有说法 八音盒的声音 与脑电波五二八赫兹 一种电波相吻合 它的作用 就是让人变得宁静起来 破八音盒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什么样的 我会说的 要是里面的 我会说不应该是 故随着 因为我会说不应该是 我会说不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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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